大家好我是寶傑 那有任何洗車相關的問題呢 歡迎加入到我們FB社團 那下雨天呢很多人都有 雨刷刮不乾淨的困擾 那其實這一切都是油膜所造成的 會造成你的視線模糊 那這一集我就是要 教各位我們如何來清除 我們玻璃上面的油膜 那話不多說我們馬上開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第四季節 說到趣油膜大家都會想到玻璃粉 玻璃粉的學名是氧化室 因為廣泛用於工業晶片面板水晶等玻璃材料研磨加工 才會流傳稱它為玻璃粉 準確來說這是適合玻璃拋光用途的稀土粉 氧化室之所以是極為有效的拋光用化合物 是因為它能夠用化學分解和物理摩擦兩種形式 同時拋光玻璃 能夠去除玻璃上的水斑 還有汽車排放的尾氣所形成的油膜 市面上也有很多加工好的產品 使用起來會更加的方便 這邊我就不再贅述了 我們開始除油膜 你可以選擇玻璃粉或者市售現成除油膜的產品來使用 搭配一般海綿或是特製的壓縮羊毛來使用 在力學上來說 施加的力量不變 接觸的面積縮小 壓力自然就會變大 簡單來說就是一樣的力道 你所使用的工具越小 所造成的壓力或者破壞也會越大 並且我們再來回跑動的過程 要維持小面積的操作 這樣子比較能夠確實的清除油膜 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你以為主角一登場 魔王就會馬上死掉 不太好看了 很多人以為呈現清水狀態 玻璃就會乾淨了 其實你可以準備一塊師父來檢查 就會發現革命尚未成功 你要繼續努力 來吧 建議大家除了油膜後 可以幫玻璃上一層保護 潑水劑或所謂的玻璃鍍膜 能讓玻璃的清水狀態轉變成潑水狀態 好處是 未來的油膜不再容易附著在玻璃上 下大雨的視線會更好 減少雨刷的作動 也相對的能夠減少玻璃被刮傷的產生 好沅 我現在幫你作弄啦 足請是 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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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1 許多人有雨刷跳動的困擾 玻璃本身的干涉如果無法改變 我們就來改變雨刷 這秘密許多專業的店家都知道 更換市售所謂的超潑水矽焦雨刷 能夠減少雨刷的跳動 還能延長玻璃潑水的效果 壽命會提高許多 但每個車種能夠對應的轉接頭 其實都不一樣 能不能裝這樣子的改裝雨刷 請詢問各大賣場的銷售專員 你問我我也不會理你 別搞我了 最後 如果你的玻璃油膜非常的嚴重 甚至你玻璃上面有 今年累月刮出來的雨刷刮痕 我會建議你找專業的汽車美容店家 來幫你 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部分 在跨路的話其實它是有難度的 那是一般DIY消費者可能 沒有辦法去執行的 對 一般我們最多DIY的 車主可以做到就是除 玻璃上面的油膜這樣子 那 下一集我要教各位如何清除 我們車漆上面的一些深層的髒污 我們下次見 我們會る 谢谢观看